小朋友带着奖牌 一次排开跟市长开心的合照 因为受奖的小朋友 除了有机会将泰迪熊带回家之外 还能够免费在游乐园进行玩乐 色彩缤纷的海盗船 咖啡杯 全转木马等设施 让许多第一次到游乐园的小朋友 既开心又期待 我没有来过 所以想要来这边 看看有什么游乐设施 可以玩的 很好啊 一定很好 毕业班有两班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带两位小朋友 模范儿童来这边 就是要来这边 来立保乐园这边游乐 然后跟市长合影 让小朋友可以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今年台中市政府 比方模范儿童 健康儿童的方式很不一样 市府特地将场地 拉到大型游乐园举办 并且邀请全台中市 一共1200会的小朋友前来参聚 而市府也表示 儿童节的庆祝活动 就是要从儿童的眼光来看 所以才会有此规划 今年是我们台中市第一次尝试把儿童节 模范儿童跟我们市长拍照的活动 移到户外 那这次选定立保乐园 那以往我们拍照是在室内 拍完照之后 小朋友就带回学校 那我们这次的拍照 在立保乐园拍完照之后 小朋友还可以在立保乐园活动一整天 玩一整天 那特别的是我们现在有29个行政区 每个行政区的学校我们会抽出一只泰迪熊送给小朋友 那小朋友又有礼物又可以玩耍 那不同于以往纯粹静态拍照 那我相信这是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好方式 对学校来讲 他是第一次当摩曼生 拿到立保乐园来 他非常紧张 而且很高兴很兴奋 然后现在学校也都在办活动 我们乐业国家有闯关活动 事件安排这样的活动非常棒 让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这样 有别于以往做静态拍照 跟欣赏其他的表演节目 今年带孩子们来到游乐园 希望借此鼓励 让孩子们都能够放松心情 更有动力用功向上 而小朋友们来到这里 也多了一个快乐的回忆 这是我王胜炫台中才访问到